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的爹 今天这几天风暴来袭 外面是黄蜂大做的 非常冷 其实温度倒不冷 温度可能就是个两三度左右 就冷着手 但是因为那个风特别大 出来身上非常凉 所以咱们待在车里面 暖和 现在车里温度还可以 11.9度 咱们先歇会儿 现在吃点小吃 这个叫什么 火腿肠还是什么 香肠 这个蛮好吃的风干的 嗯 好吃 多少吃的都是小吃 水果 薯片 罐头 今天咱们就准备吃那个给大家看一下哈 这个猪排 这个是已经蛮好喂的哈 蛮好吃的 然后猪排配这个 这叫什么 玉米哈 玉米罐头 这一块过气了 咱都把它赶紧吃掉 然后这个这个 鸡肉汤 这个也要把它吃掉 今天肯定吃蛮那么多了 今天就吃点 这个玉米吧 这个鸡汤的话 鸡肉汤的话 就明天再吃 咱们那个做的歇会儿哈 看会儿 看会儿电视 吃点小吃 歇会儿 咱们再来弄吃的 舒坦 哈 哈嘛 火那个稍微开大一点 咱们煎这个猪排 香菜喷的猪排 排风扇把它对准这个锅面哈 哦 不错哟 火小一点一点 小火慢慢的再慢慢的切 稍微把它动一下 防止它粘锅哈 把一面 前进二面 哦 真不错 看这个玉米哈 蛮甜的 蛮香的哈 把饭进去 烧一下 好 我再开大一面 再拿烧个五分钟应该就熟了哈 看我坐在哪里 我坐在那个床上 这个是我那个床 这个床板哈 下边可以放东西来 然后这下边有那个烈火器 有那个水箱都在这里 所以我都可以拿到的 哦 这儿还有一个框子哈 哦 这个是土豆 这也快过期了吧 我看 哦 这个明年过期 还行 这个还可以放一会儿 土豆 有很多存货哈 应该熟了吧 我尝一下这个玉米哈 嗯 很甜这个玉米啊 哦 应该熟了 差不多了哈 这个锅稍微小了点 然后放两块肉的话 太挤了 行 再拿烧一会儿哈 再烧个五分钟 好了 已经弄好了 咱先把那块弄出来哈 把这两块弄出来 咱继续再煮哈 后面还有两块 觉得两块 两块应该不够吃 还有两块 两块也做 等它慢慢在里面烧 咱们就可以 边等边吃哈 来尝一尝哈 嗯 不错 嗯 不错 好吃 嗯 蛮嫩的 嗯 太香了 来 看一下 咱们 怎么样哈 全是肉 这虎的稍微开大点 好 差不多了哈 嗯 继续啃 嗯 太爽了 我把那个所有的那个玉米都放下去了哈 里面有那个汁 就 那个汤汁的把那个肉煮一下哈 我现在也吃了 吃了差不多就八分饱了哈 这个鞋子给它盖一下 这样它呢 受热更均匀哈 这个玉米真不错哈 这个味道 而且是脆的哈 感觉吃了那个口感不太像罐头啊 吃了这个感觉还蛮很新鲜的 又脆好像比较甜 不错 跳得再买一点 不错 不错 谢谢大家